你看我3号是一个灯 现在是装在客厅这里的 但是现在业组都让我给他装到餐厅去 然后客厅这里装一个三头的吊灯 哎呀 我觉得这些人的 喜欢的风格跟我们真的是比具一格 完全不一样的 看这个客厅灯 才装一个三个头的 我刚才不够亮了 而且这样装出来组织不分 就是要这种风格 这个灯应该是两个月前 我的同事过来帮他装了 然后他这个卫生间这里 要装一个排气扇 装那个位置 但是他没有开孔的 他以为我们会开孔 我说我不包开孔的 就说你们开好孔 我才装了 他让我给他开 我不给他开 你看 就一块大吧 你随便 搞错一点的话 整个吊顶就包废了 我不敢帮他开 你看 就一块大板 你这上面开孔的话 等下摩机打偏了 磨到其他地方去自己报废了 开孔不是说我们开不了 就是说 啊风险太大 回报率低 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做了 是的 装一个排气上的话 也才30块钱 然后开口的话 最多给你补多20块钱 那你说我还搞什么搞 这个风险太大 你随便你 啊 那个煞轮机一滑 滑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你这个板就没用了 救的救不了 你又不是说像那种 30成30的啊 坏了一块 就可以换掉一块 你这根本就没办法挂 然后现在这个灯已经拆下来了 我要把它移到餐厅那里去 跟叶主堂的价格是100块钱 啊 这种 吃我们就可以做 哎呀 牛叉 这个 厂家真有钱 一个三头吊灯 给我配的四个十厘的盆栈螺丝 什么叫良心厂家 这个就是良心厂家 你看到 一个三头的吊灯 啊 给我配的一个这么大的腿垫 配的四根 这么粗的盆栈螺丝 这里应该是十厘的盆栈螺丝 哎呀 是不是十滴的 这么粗啊 牛叉 现在把这个灯移过来也非常的简单 我也不用组装了 反正这个灯也不中 我整个就把它挂上去 然后再来接下线就行了 反正我就感觉到这个餐厅的灯要比客厅的大 这个餐厅的灯它是有十个头的 然后客厅灯它才三个头 我还是用了它原来的两根盆栈螺丝 没有用它配来的四个大的盆栈螺丝 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然后这个卫生间这里也要装一个花灑 先给它冲一下水 排一下沙 然后再来装 这样的话 基本上有一些泥沙的话都已经冲掉了 最好咱们安装之前给它排一下沙吧 现在过来这一家两个尺寸 因为他们就是挨在一起 其实这家很早就想做这个领域房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人家过来这个 今天刚好来这边 啊 顺便全部放到那里了 我一看他这个领域房的时机就做的太粗了 刚好对准这个窗口这里 他是做进去两公分就好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时机 他现在这条瓷窗现在正中间 刚好就在这个窗边 他要是把实际往里面挪两公分的话 刚好 是吧 刚刚好 这样的话我这个 这条边柱打上去的话 我要在中间打的话 上面怎么固定 一打的话就打到这个瓷庄边了 估计这个羡慕经理在做这个时机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窗屋的问题 如果他坐进来 两公分 两公分就绝对够了 刚好可以 避开那条变 这样的话到时候装的话还麻烦 刚刚好就 对准他那个变